清晨六點二十分 陽性男子正準備出門上班 四名從高雄連夜特別北上臺北市的 國道第五大隊員警 拿著拘票要把陽性男子帶回 甄訊 是不能上國道抗議 還是具體原因不能明說 遠景提醒同仁別說太多 擁有紅牌重型機車駕照的楊先生 和車友長期替重型機車騎士發生 三月十六號幾名騎士騎著重機 上國道十號 車友們早就做好被開罰單的心理準備 只不過國道遠景越來越多 除了開單還堅持將重機拖掉離開 根據了解高雄橋頭地檢树檢察官是以公共危險 妨害公務 妨害秩序等罪嫌將陽性男子居提到案 奇怪的是警方為何全程上戒具長達十五個小時 警方藍庭和強制脫掉時同步搜證 陽性車友更是同步直播上網 怎麼串供罕免陣 一連串行動究竟符不符合比例原則 目前檢警已案件偵查中不方便對外說明 難怪讓一大群重機的車友相當火大 控訴遭到不平等待遇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